美国军方在声明中表示 出动了C-13连运输机 沿着加沙地中海海岸线 空投了超过三万八千份食物 约旦军队也参与了这项行动 美国白宫发言人科比周五表示 空投将是一项持续的行动 而且以色列支持这项行动 此前 以色列对于向加沙提供更多援助有抵制 反对方认为空投援助力有限 且不能确保物资不会落入武装分子手中 约旦和法国等其他国家 也已经向加沙空投了援助物资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表示 该地区四分之一的人口超过57万人面临饥荒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 张瑞奇综合报道